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作业2的第二个题目 这个题目我们提供一个样本程式给各位同学参考 点开来就是这个程式 如果你执行它的话 你就会看见四个球在这边做偶合的剪辑震荡 这些有些参数题目都给了我们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做出影片中八个球的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就直接把这个4改成8 看一下这个程式可以给我们什么结果 就变成八个球执行 那就是标准的八个球的剪辑震荡 它们偶合在一起 可是这不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对不对 我们看的影片是第一个球跟最后一个球 第一颗跟第八颗是固定不动的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在这个运动的地方 应该要有所调整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颗 第一颗在这边 第一颗跟最后一颗 因为这两颗球它一个没有左边的 这颗没有右边的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它是特别的 它只有一个弹簧的弹力作用 其他在中间的球有两个左右球的弹力作用 所以有两个部分 所以这个我们是理解的 那现在就是说第一颗球跟最后一颗球呢 它必须要能够不动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它 给它 让它的加速度为0 我们把它的加速度为0 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 我先把它注解掉 后半部注解掉 我把它叫AI等于0 因为这颗球即使受到弹簧的弹力的作用的话 因为它本身是钉死的 所以它自然有一个反作用力 会抵消掉那个弹力 所以它的合力为0 所以它AI等于0 后面最后一颗球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把这个先把它注解掉 然后也是一样这边AI等于0 然后呢 我们在图形里面 影片里面可以看见 我们特别把第一颗跟最后一颗球的颜色稍微改了 我们不是绿色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把这个颜色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 我这边在这一行的后面 我来加一个 Balls 第0颗的Color 改成青蓝色 青蓝色是Color.sign OK 同样的我们的 最后一颗也是要改颜色 好 这颗呢应该是 N-1 好 我们做这个更改 我们再执行一下 好 你看这两个颜色改了 对不对 好 所以 现在呢 这颗球把它比较偏过来这边一点 对不对 我们 我们还要再改一下 我们希望 第0颗球的位置 就是原本的0的位置 而是第1颗球 第1颗球 我们让第1颗球 稍微把它的位置 变成 D 本来是它应该在D的位置 我把它往右边过去一点 好 你可以看见 第1颗绿球 假如在这里 本来在这里就平衡点 对不对 就不会动 对不对 好 如果 我今天这边 这个是 D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看 这就是平衡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现在 按下去执行了 完全不会动 对不对 好 所以 我现在 如果把它改变 它的初始的位置 是加了 加了 第一除以二 往右边 过去一半的位置 然后 开始执行 你可以看它就开始动 对不对 好 可是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见 其实它原本的位置 并不是 在偏离的位置 而是在原本的平衡点的位置 但是呢 我给它了一个初始的速度 所以 我的Ball 1 其实是有一个初始的速度 这个速度 假设 我是二的话 我们给它执行一下 就开始这样动 对不对 那 给它再快一点 比如说 速度再快一点 让它正幅大一些 你可以看 进去边这样 然后 第一颗跟最后一颗 不会动 所以这样的话 就已经做出了 我们要的基本的结果 但是呢 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弹簧 放进来 这个部分 请同学们再把它完成 一层 好 谢谢大家